HELLO,我是阿怪 又到了每週星期一的手機電話新聞吧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本週有什麼遊戲上次吧 我獨自升級 Arise 是由網絲集團製作 是同名韓國網路漫畫改編 也是近期有動畫化的動作手機遊戲作品 故事的背景講述著世界各地出現了次元傳送門 少部分人類決心了可以對抗傳送門中的 怪物獵人的能力 而玩家將扮演墜落的一級獵人 號稱人類墜落兵器 再一次地下城的探險中遇到了可怕的邪神 最終死在了技台上面 然而上天又再給他一次機會 讓他成功復活 成為了玩家這個職業 遊戲的玩法是3D的動作類型 戰鬥部分算是相當豐富 玩家可以使用多種技能之外 在戰鬥中滿足條件就可以觸發QTE技能 像是發動極限迴避就可以觸發影踏 瞬間到敵人的後面 並發動降低防禦力的攻擊 玩家可以組成多人小隊 當隊友的CD實驗到之後 還可以短暫的召喚出隊友來做幫忙 隊友的部分也會分很多種的攻擊型態 當攻擊到一定的程度就會累積怒氣值 就可以施放角色的必殺技 讓戰鬥除了單純施放技能之外 也有豐富的動作要素 也會有機會有不同的主角型態 除了外型不同之外 主角的攻擊方式也會變得完全不一樣 遊戲最有特色的地方就是遊戲中的還原程度 在故事劇情上把漫畫劇情以章節式排列 劇情演出的部分則是用漫畫還有3D過場動畫 像是玩家因為沒有做到日常任務 被懲罰到抵禦沙漠等等的片段 都做到了遊戲關卡上面 算是真的還蠻用心的 在副本模式上面更是特別 一樣是可以組成多人小隊 但是主線的部分是只能控制玩家 而副本的部分則是可以控制其他角色 也能夠切換他們出場來做攻擊 算是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千年之旅是由Bilibili獨家代理 是音測網路研發二次元畫風的角色養成手機遊戲 遊戲擁有豐富眾多的二次元美少女 以及優秀的戰鬥內容與場景 故事講述了一個神明消除所有紛爭的世界裡 歷史上的英雄們化為真理 玩家將在遊戲中扮演所有真理的始祖 代理性格多益的魔女生活在一個沒有紛爭的世界 遊戲是普通回合的戰鬥機制 但是擁有精緻的模型與動畫 在遊戲中的玩家可以點選下方的頭像 就可以使用魔女的技能 而在魔女的右手邊也會有真理的畫面 也可以點選真理使用真理的技能方式 在遊戲中可以上場五位魔女 而每位魔女可以攜帶三位真理 也就是說一場最多可以十五位真理上場 真的超級多的 而遊戲中的魔女也有職業之分 每個魔女擁有不同的職業 職業的部分也會有不同的技能、熬逸 還能接受不同的天賦 另外也可以因應張寬容需求去改變職業 真理的部分更是多元 有多樣的職業還有七種屬性的想像客的玩法 整體的搭配戰鬥真的豐富 而另外在每次攻擊敵人都可以增加角色的怒氣值 在點選爆氣之後 在使用真理攻擊敵人的時候 都會增加特殊的攻擊動畫畫面 而另外在魔女身上 不僅能改變本身的能力 還有多樣的外觀可以選擇 而且超級精緻 後期還可以與魔女們培養感情 更可以煮東西給他們吃 讓遊戲玩法變得超級豐富 由SP GAME 代理的《香殭屍開砲》在本週上市 生化感染迅速擴張導致思潮蔓延 為了保護人類重建地球家園 你選擇拿企鵝槍 與殭屍展開激烈戰鬥 一開始進入遊戲可以選選擇方向 等到怪物出現之後就會自動攻擊 每一次升一個等級 就可以在三種能力中選擇一個做加成 一場戰鬥最多可以選擇四個技能 這個遊戲還是比較有難度的 在通關之後 就可以針對自己的裝備 還有武器去做加強 另外遊戲也會有寶石系統 實裝系統 打到的寶石是可以向喊在裝備上面增加能力 也可以利用實裝來增加自己的技能等級 也會有像是天賦術一樣的玩法 當等級達到一定程度 就可以學會新的技能 之後也可以在戰場上使用新的技能 後期也會有傭兵系統 遊戲整個玩法算是中規中矩 E2 Die Role 是一款動作刺激 E2 Die暢銷系列的衍生作品 在危險的殭屍末日 新的殭屍與敵人危險已經出現 他們會想盡辦法追殺你 你需要盡可能的搜刮物資 尋找提升升級載具的方法 在這個末日下盡力生存 一開始會與前幾台作品一樣 玩家可以開著車向前橫衝直撞 可以控制加速也可以控制車輛的左右旋轉 有點像是競速遊戲 在我們的車輛損壞之後 就需要下車尋找材料 就會變得很像關卡式玩法 每玩成一個關卡就可以獲得經驗值與金錢 升級之後就可以選擇一個技能爭議 飛行 子彈強化 或者是焰化效果等等 後期也有多樣的載具升級玩法 遊戲玩起來還蠻有難度的 台灣獨立團隊 Full Game旗下受款自製研發新作 或是鹿 獻祭在本週雙平台上市 遊戲是一款多結局的冒險解謎 玩家將敗言名失去記憶的冒險者 而掌握唯一的線索就是口中的紙條 在城城的推銷下 找回記憶中的過程 也意外介入了城城中令人髮指的秘密 究竟是要當一個英雄解救村民在新風邪之中 這一切都由你來做決定 遊戲戰鬥玩法就是以前的迷宮探索 玩家可以透過滑屏 就可以對怪物產生攻擊 也可以利用盾牌來做防禦 也會有魔法技能可以使用 還能通過弱點模式 就可以知道怪物的弱點地方 進而攻擊那片區域 就可以擊敗敵人 採用多結局的玩法 每一個人物或是任務 下面都會有不同的分支 將90年代的富庫風格 與現代遊戲設計相作結合的作品 經典冒險遊戲的玩法 讓玩家在遊戲中找到懷舊的情感 公司又可以得到新的遊戲體驗 休閒智慧手機遊戲新作 格格隆大冒險也在本週上市 玩家將扮演剛從彈領出生的小小龍 造訓屬於自己的包榻 遊戲是一款融合了打磚塊 與look like 類型的 RPG 休閒遊戲 玩家需要控制卡通風格的小小龍 來擊敗獨特的怪物 與強大的BOSS 遊戲玩法有點像是彈射世界那樣 玩家可以發射龍席來攻擊敵人 每次攻擊完之後就輪到對方移動 在敵人當中也會有攻擊我們的遠程角色 所以玩家需要優先攻擊他們 而每次剩一個等級就可以學習技能 攻擊的次數也會變越來越多 每次關卡就會出現一個大BOSS 而每一個大BOSS都有不同的攻擊手段 玩家可以收集強大的技能球 進行升級與融合 進而達到屬於自己的牌柱 而小小龍的打擱有含能量 玩家可以使用各種屬性技能 噴出強大的融之吐息 由於融合人路在 因此每次都有不同的變化 讓玩家可以探索獨地牢的融之尖塔 《放球少女養成擊退殭屍》 是一款美式風格的放置遊戲 故事的背景在一個充滿殭屍的世界 玩家為了拯救生病的母親 挺身而出所展開的冒險任務 遊戲玩法與一般放置類型差不多 一開始就是簡單的配點 透過賺到金錢來增加自己的能力 另外也會有防具、武器、視頻等等 採用比較美式的風格 在畫面表現上還有殭屍的感覺 都還蠻有水準的 後期還可以透過學習技能 就可以使用更多元的技能來做攻擊 黑色奇略 Mobile 新款 3D 奇玩 MMORPG 手機遊戲 以經典 IP 椅子 不僅保留了黑色奇略 Online 的原汁原味遊戲內容 同時也隱隱手機遊戲的用戶 在 UI 介面、遊戲系統上 做出了最佳的優化與修改 嘗試帶給玩家更好的遊戲體驗 故事放置在末日之後 文明漸漸復蘇的世界 玩家將扮演一名訓練有數的戰士 在尼爾瓦雷斯大陸各地出現異變師 領身而出 遊戲中共有舊重職業 每個職業都會有男的之分 也會有不同的職業特性 遊戲戰鬥玩法是3D的工作類型 在畫面表現上面 雖然比起電腦版好上不少啦 但是還是沒有到很好的水準 有一種非常懷念的感覺 而玩家可以使用多種技能 也可以使用達到的技能書來做學習 每次升級也可以依照自己的職業 來做點數上面的分配 在過任務的途中 也都會有自動導引 玩起來非常方便 後期也會有經典的變身系統 玩家可以根據職業的不同 啟動變身 在一定的時間內 角色的能力值就會隨之提升 我的意外江湖是一款 武俠放置的手機遊戲 擁有百大門派的江湖亂鬥 經典故事續寫全新劇情 玩家出生在隱私的蓬萊島當中 企圖踏上中原大陸 尋找自己的江湖冒險之旅 在遊戲的玩法是採用即時置玩法 一場最多可以五位角色上場 在遊戲中的角色都會自動戰鬥 玩家可以等待每位角色的能量集滿之後 就可以使用每位角色的必殺技能 在戰場上除了五行相科之外 每一個不同的陣營上陣 也會有陣營羈絆屬性的加成 遊戲收集了大大小小門派高達上百個 除了一般可見的少林武當而美華山之外 還有更多二熟能詳的門派世家 當然掛技系統也是不能少的 玩家可以開啟酒店系統 就可以收取一定的資源 另外也會有很多 與眾不同的小遊戲可以遊玩 而後期更有有趣的副本玩法 更可以深入的了解這個武俠世界 異世界遊兵團養成技是一款有趣的放置類型遊戲 玩家本是平方無奇的上班族 自己唯一的樂趣就是觀看前進魔化成者那畫 就在某一天突然被召喚到 神聖的台納大陸 就此展開了異世界遊兵團生活 遊戲一開始會送一個角色 凱伊或是愛馬 這就是你初期的遊兵角色 而戰鬥的玩法就是放置類型 與一般的放置類型差不多 就是安排角色上陣 他就會自動打怪 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我們可以控制角色的必殺技 在累積能量之後就能使用 還能夠控制角色防禦 或者是向後閃落等等 在玩法上面還蠻特別的 最多可以安排四位傭兵上陣 在後期戰鬥起來就會非常爽快 而玩家可以透過轉蛋取得不同類型的角色 每個角色都有不同的技能 不過只有高品質的傭兵 才能使用特殊的必殺技 在養成部分就比較簡單一些 不過傭兵在突破3CG之後 就可以學習更新的技能 如果得到特殊的造型也能改變上陣 遊戲中副本的任務則是比較特別 就是遊戲中的劇情任務 需要放置關卡達到一定程度才會開放 而玩家能夠通過副本任務 更能了解遊戲豐富的普世劇情 將乘客棋旗下奇幻冒險題材的 二資源3D動作手遊 無名之師 近期開啟了廣方網站 除了擁有龐大的世界觀之外 還有諸多特色的有趣玩法 玩家將化身為傳輸者 有力驗證世界 透過不斷的探索 獲得裝備提升自己的能力 在競技場與其他傳輸者一絕高下 索尼克版糖豆人Sonic Rumble 正式曝光了 預計在今年冬季行動平台推出 遊戲是由30的人 透過多人遊戲進行對戰 在三公關卡中 不斷進擊成為最後野性存者 為目標的排隊大逃殺遊戲 以玩具世界為背景 是一款誰都能夠輕鬆 享受休閒排隊的遊戲 而在下禮拜 又有什麼有趣 或是值得期待的手機遊戲賞識呢? 新東方武俠卡牌RPG 江湖無池多焦 將於5月16日雙平台正式上市 遊戲是東方美學的新武俠卡牌玩法 改編至擁有超過 10億點閱域 人氣漫畫長風行 故事是以搖刀附身回背景 5把可以操控人心的搖刀 載時現身 玩家將扮演重建少年 與紅顏自己生死兄弟 共同踏踏射波蘭壯厚的武俠東方冒險 後稀有題材新作 稀有比會稀行 也將於5月16日中國推出 收錄超過百字的原創劇情 全新作品 讓玩家可以生靈其境 體驗危機與奇遇並存的細心世界 在遊戲中 描述 師徒幾人修成正果後的新篇章 踏上細心之路 卸購其力百胎先妖 結緣相伴 擠開美味角色 不為人知的前程往事 之前我做遊戲介紹 遊戲觀眾可以看右上角連結 裴南Echo旗下 偶像大師企業最新作品 學員偶像大師 也預計在5月16日日本推出 遊戲是一款唱歌與跳舞就能夠不斷進步的偶像養成模擬遊戲 玩家將進入偶像養成學院 初心學院以製作人的身份 培養偶像後補生 透過學院生活讓他們美麗綻放 在夢想的舞台上發光發熱 以上就是本週的手機電話新聞報啦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給我 喜歡的觀眾朋友幫助點個讚 訂閱一下 也麻煩開啟小鈴鐺啊 我是愛玩搞笑怪 我們下集再見啦 掰掰